仁爱乡新生村半天寮露营区内的这两栋建筑 外观亮眼内装豪华 但却有民众质疑并检举 没有申请相关证照的恐为伪见 且经营业者还是仁爱乡代理厢长的儿子 怀疑有包庇之前 为此业者跳出来解释 这两栋建物仅供亲友使用 并未对外营业 因为本身的两栋的那个移动屋 是我们是给自己的亲友好友来居住 那现在也是因为人家检举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来出面做个这样的说明 尤其地方上查报伪张建筑的主管机关 就是仁爱乡公所 伪张的业者又是仁爱乡代理厢长的儿子 不免让人产生有包庇的疑虑 因此案件爆发后 仁爱乡代理厢长张子孝也赶紧跳出来灭火 他表示公所会配合县府依规处理 绝不宽待 同时也要求自己孩子赶紧依规 办理合法化申请 现在的方向就是 我们现在请建筑师重新来申请建造 我也请我们的同仁配合县府 如果该罚的就罚 但是我们会同时进行 让这两栋看 请建筑师重新画图 我们申请合法化 我们会请仁爱乡公所 议规查报上来 然后在后期会 依照伪张建筑处理办法的规定 再通知涉及违建者 以规定来申请补诈 如果不通过的话 我们后续会依照违章建筑 及建筑法的规定来办理 南投县建设处副处长陈锡信表示 目前案件已受理 进席会会同相关单位 前往露营区查查 若确实为违建 届时将会依照建筑法 以及违章建筑处理相关办法开罚 并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原始新闻 南投仁爱 财王报导